大家好, 歡迎收看花花世界 名字很老套 今集主要是講解玫瑰花的包裝技巧 先看一看版本 不說笑, 這個老實說超級美 有10個like 所以我選擇了這個在情人節之前教會給大家 希望你也可以跟著做送給你喜歡的人 今集會用之前兩種教過的玫瑰花來做示範 就是美麗玫瑰和福山玫瑰 在我籌備這個intro想怎樣去教給大家的時候 也不知道用什麼才能帶給大家 最後我決定用一個經典懷舊系列 白色的A科紙 白與白眼熱情地吞噬 香檳中廢發得徹底 嘩, 什麼了, 沒得唱歌的 嘩, 看回這兩款 原來在第一次放片教學的時候 已經是四個月之前 嘩, 青春真是美好 好, 為免大家不要做大頭仔 一下子把東西塞爆了腦的關係 從標題上面都看到了, 我會開第二集的 留下一點伎倆等大家之後慢慢期待 嘩, 看到我桌面上已經設好所有需要的工具了 沒錯, 現在就開始把所有材料逐一介紹 由最近的開始, 花就少不免需要一些狂 又一些鐵線組成的, 綠色其實都很容易買 兩隻的, 一種就是硬, 一種就是軟 什麼叫軟呢, 就是這些, 這些就是軟的 隨時找個手都可以屈得到 這些就叫軟, 硬的那些就這樣, 就這麼多 是很難屈得動的 這些就是硬, 很容易分到的 那價錢方面呢, 其實都很相宜 其實很久之前買的, 可能現在都會加價 就這樣大眾書局都有, 十三個半 都比我用了一半以上, 其實都很值得玩 一塊錢都不用 好, 繼續了 好, 接著呢, 就是一些花用的卷子 一些貼紙來的 就這樣摸, 其實就沒有黏力的 那當你拔牆的時候, 卷紮的話呢 它就會有點黏力的了 那其實做花這些呢, 都是很好用的 好, 接著呢, 就絲帶, 臨尾最後的一個配襯來的 那, 都是冷靚的, 打花一個蝴蝶結在這裡 問題不大 好, 接著呢, 就隨便撿了一個瓶 可以給你插花的 那, 我想起來, 大家都不知道會有些什麼瓶 大家是容易點有, 容易點找到的 那, 我在家裡一直看一看 就找到, 咦, 有一個消毒酒清火酒 大家可以定期消毒這個手機 消毒雙手 那這個瓶呢, 其實都可以 所以, 應該適合用都容易找到的 價錢都很相異 就不會說, 一些人有, 一些人沒有 那, 就隨便一塊鐵線的葉 都是, 我相信那些大眾書局啊 就是, 你買開那個鐵線的時候都可以找到的了 那, 還有一些素材店, 我經常都會選一些素材店的 那, 有些什麼特別的東西的時候呢 都可以用來做一些小寶寺 特別想說一說, 液溶膠窗 那, 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呢 就是有整開手工藝的 那, 如果有整開手工藝的話呢 液溶膠窗相信都不會陌生的了 那, 什麼來的呢 那, 液溶一支窗, 放一顆膠 那, 這支窗呢 你插了電鍵的話呢 它是會有300度以上去整容膠的 那, 就變成一個液體狀 對啦, 有些膠在這裡 那, 這支窗呢 因為它是300度的話, 就會很熱的 那, 所以大家一用的時候呢 就小心一點 那, 一會兒我會再示範怎樣用這支窗 那, 它呢, 就用圖 我想粘木啦, 玻璃啦, 膠啦 等等都可以的 那, 其實就不是我貼紙的 那, 但相對之下呢 它乾的速度呢 就會比其他的素材比較快些 其他材料比較快些 譬如有膠水啊 那些白膠漿那些呢 很久都沒有乾的 那, 如果我用粘花的話呢 就可以一下子擠很大便 還有可能等一分鐘左右 它已經可以定型了 那, 相對之下 我覺得是一個不錯的素材來的 那, 不要看它很專業 其實這支窗呢 都很划算的 那, 細細的那些呢 好像五十塊左右 都已經有了 大支這些呢 我好像買了六十八塊 還是七十八塊 如果你想要的好少少的呢 就有無線的 即是無線和有線都可以的 那, 就大概一百五十多塊左右 那, 我就覺得便宜一點 這些粗用就夠了 那, 因為之前小的我都不知道便宜了 所以, 免費錢再買 最後當然就要主角啦 花, 和一個花駝 那, 花之前呢 那兩集呢 都教過的了 那, 下面呢 我會再放一條link 給大家重溫的 那, 大家不用找得那麼辛苦 然後, 就去到花駝 其實花駝呢 就很簡單 好像紙殼一樣 那, 我稍後會很高速地這樣教一教的 那, 大家有個 啊, 概念先啦 原來是有這麼多材料的 那, 當然呢 主角花就應該準備好了 然後呢 就要配角一個花駝 花駝一點都不難摺的 摺了個妖形的形狀先啦 然後, 就攤開 兩邊舉起啦 就是這樣啦 然後, 旁邊向內 中間摺 四邊都是一模一樣 那, 其實呢 有一個比例可言的 如果你花是用一張紙 假設是 10x10cm的 那, 你這個花駝的紙的比例呢 就應該是 10x10的四分之一 即是摺對角的一個 斬開的四分之一的正方形 即是多少 11半 即是5x5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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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了 摺到一個 這樣的形狀了 不困難 很容易 接著 到下面摺上來 下面摺上來 下面摺上來 這個是第一集的版本 所以呢 就不會說用得太過 難的情況出現的 你看到有四塊葉子 這樣 然後其中的兩塊葉子 就是夾在中間這個深 那裡 好像紙殼一樣 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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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到剛剛這裡 落到這裡 這麼多 然後旁邊呢 就可以順勢地折下來 這樣就形成了一個花桌 那, 有些人呢 就可能喜歡普通版 就是這樣 加一個 卷 這樣 軟軟地 那, 有些人呢 就可能會喜歡它 是比較四四方方 硬碰碰一點 可能好像太陽花的形狀 那樣的 其實如果不記得 再說太陽花是什麼 就算了 追開的朋友都應該知道的 那, 每一個 框的下面這裡 會有一個V字 那, 如果你是喜歡比較規矩的人 那, 你就可以把這幾個 這個框框都接下去了 不過我自己就喜歡比較自然一點 還有我覺得這個框框有少少阻礙我去整化的 那, 色隨轉變 隨你喜歡 但至少我都說多一點給你聽 原來有些這樣的東西 那, 當你四邊都接完的時候 那這個框框呢 就會顯得是很平衡的 就是這樣 那, 這個呢 就是一個大阪的示範給大家看的 那, 正式來說 就好像剛才這樣說 一個四分一的size 就會是剛剛好 好, 花托搞定好了 然後就到這個框了 這個框呢 我會怎樣做呢 我會把一個鐵線呢 就用一個鉗 剝成一個小小的形狀 對了 一個是L型的形狀 好像一個陰符之類的那些 那就是可以讓你托實了這個框的 其實很容易做的 其實不應該這個鉗的 不過我找不到其他鉗 不要緊 那就屈一個小小的三角形出來 小, 嘩, 很難屈 這個呢, 很硬的 不過呢, 我就是喜歡它夠硬的 如果軟身的話呢, 花呢就挺不起的 對了, 那就屈到一個小小的三角形了 好不可以正方形, 可以嗎? 可以 但是呢, 三角形的話呢 是最容易遮得住的 對了, 就是這樣 你看到我好快手呢 都已經核好了 對了 與此同時呢, 液溶膠槍呢 就已經可以插電準備好了 那就... 等它慢慢預熱啦 那我之前呢就做了一個兜兜 啊, 之前說過的收納小盒 冷靚地做一個液溶膠槍 放在這裡 那它的膠呢 多的時候它會流出來的 記得留著, 即是兜兜 就不要弄到辣了 那趁它預熱的同時呢 我就已經可以整定下一個花了 這個花托摺好了 將這個很硬的一個鐵線 從一個花心的位置 放進去 對了, 那大家可以看到 穿過了它 剛剛就在這個位置 頂住了 你無論屈哪一邊都好 都可以遮住的 那你找一個花 黏回去的時候呢 找一個花黏回去的時候呢 其實你是完全看不出這個 在這裡 在熱溶膠槍呢 預熱的同時呢 我也都想說一說 你摺玫瑰花的時候的紙呢 謹記是要用一些硬的紙的 那我給大家看冷是漂亮的那一種 我就用了一種很軟的紙 其實黏起來都很有困難 為什麼呢 因為你黏的時候呢 你是會把底 將這個 這個叫什麼呢 花托的頂 還有將這個 花的底 硬硬壓下去 將這些膠 填滿了 在亮度中間 但如果那隻紙 不夠硬的話呢 按這裡 是完全沒有承托不到的 這樣那些膠 就會知道到處都是 或者你那顆花呢 都已經完全變形 那所以呢 所以呢 其實我會最建議 如果新手來講的話呢 就用一個A4紙 就像我這個白玫瑰一樣 我不會再搶一次的了 這樣示範呢 就是最好 那於此 同時看到膠 都已經不斷流出來了 就代表它已經開始準備好了 小心啦 由這個時候開始呢 它就會很熱的了 那我們試一下吧 嗯 其實我呢 就會建議 就擠到一個花塗 那邊會比較多些的 好 好 先退後一點點 好混亂啊 花塗 熱溶膠窗 它呢 會有些膠呢 流出來的 那 就 都不要緊要的 一會乾呢 就可以 敏走它 不過呢 小心呢 都是那句 挺熱的 對呀 那你呢 擠完那些尾呢 好像那些軟雪糕那樣 會有一條絲 這樣在這裡 那你呢 這個時候呢 就可以 找一張紙巾 就敏走了 對了 那在旁邊這些呢 其實都已經是 冷卻了 那這個時候呢 其實如果你真的擠的話 你是 熟手技工的話 冬天做的最好 那它的膠呢 就會快點乾 那如果你是 生手的話 是需要多些時間練習的話 那 那就最好就 夏天了 因為夏天的那些膠 就不會那麼快乾 那就會好一點的 那 那你呢 就可以看回花塗的形狀 如果是這一種花的話呢 我就會建議它剛剛 均勻在底的這裡 就會最好 那看到呢 其實我也黏得不是很多的 因為呢 因為呢 我不斷放在底裡的時候呢 它這個底呢 不斷放下去 那你就拿一個平衡啦 會不會膠太多 或者太少 太少就補一點 太多呢 它就會在旁邊這裡 掉出來的 那你可以呢 趁它乾一點 用一個手指拔掉它 不過就要 練習多一點啦 其實 玩得多耳熔膠的人呢 都知道其實那個手呢 是要辣過才吃得長大的 緊記呢 就黏在一個心 花心的中間 對啦 就不會把那顆花呢 就黏到全 一開始呢 我就會建議你黏了福山玫瑰 才會比較好一點的 因為福山玫瑰呢 它的底呢 是平面 平面對平面呢 其實就相對之下 會比較容易黏一點的 那你看到了 我黏完之後呢 雖然不算把所有膠 兩個平面都黏得很實 但是膠呢 都是感覺滿了在裡面的 現在呢 很快就已經黏實了 如果你說那些什麼白膠漿那些呢 一早就出來了 是不是 那我先放在這裡 然後到這個了 這個呢 就比較難搞少少少 大家欣賞一下底 底 那底都穿了洞 怎麼辦呢 那其實呢 你看到呢 剛剛這裏呢 有一個十字痕的位置呢 是可以把花呢 將這裏塞回去 完全把這個 肉酸的洞洞 填補到的 那不過呢 這個位置呢 相對之下呢 就需要加多一點膠了 嗯 提一提 啊 黏的時候呢 這顆棍棍呢 它可以動的嘛 可以動的嘛 緊記棍棍拉到最底 才折膠 才再押上去 如果不是中間呢 這裡呢 可能那顆棍 還有頂子就黏實 但是這裡呢 就鬆泡泡的 那就會很肉酸的了 好 第二梯來了 其實呢 都有點壓力的 因為呢 我都不是經常黏這個 對 那這一隻 這一種花來講呢 黏多一點點都可以的 因為都可以遮得了嘛 那大家呢 看到我有一堆 咦 立立的膠在這裡的 緊記啊 可以的 不要弄傷了 對 那就捧下去吧 如果不是這一隻紙呢 其實相對之下都挺冷靜的 你看看我推的時候呢 都已經開始歪泡了 有些膠呢 擠了出來 經常都是這句的了 一個錯誤的示範呢 才是最好的 因為我會錯的時候 同樣伸手的你 一樣都會有這個情況出現 可以呢 用一個紙巾敏走一下 因為我覺得現在應該是很熱的 其實呢 你擠得太多的話 那些膠織呢 怎麼都會在這裡的了 那所以呢 就很考你的功夫 應該是擠多少的 那試多一兩次呢 就OK的 那所以呢 如果你可能買了一套 紅色的花 黃色的花 什麼色的花 總之很漂亮的 紙的那些 紙質那些呢 不要那麼心急一下子弄著 那就練習多一點 那它差不多乾的時候呢 那其實它就會有個黏性在這裡 那你就可以很容易地擠走它 那但是 那它 如果是熱的時候呢 那你一擠呢 那你一擠呢 那手就會 哇 就會跳舞的了 就是這樣 那試多一兩次吧 就應該會掌握到技巧的 兩顆花都黏好了 有沒有跟著一起做 是不是弄到周圍全部都是膠色呢 好 那弄完之後呢 你的花呢 都應該給自己 就按到扁扁扁扁扁 那現在呢 可以先收拾一下一個花 花搞定了 跟著就到下面的花額的部分 花額的部分呢 因為你下面黏住了 那所以呢 你呢 就可以用少少力呢 把它捲回一個彎曲的形狀 那你可以找筆或者牙籤都可以的 那你想捲多少呢 就把筆扁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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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先欣賞一下你自己做的花 然後想想原來我做了多少朵朵 做了多少朵朵後就想想要怎樣插花 假設我現在只有兩朵朵朵 我就會覺得 其實這些很難說,我會選擇 我覺得這種美麗玫瑰的形狀比較大 免得它那麼搶,所以放在後方會比較好 這個複生玫瑰就放在前方 我就會希望可能有少少上下 然後就彎彎地向自己,扭過來 就應該是最適合的 然後就看看你那個瓶 剛才這個火酒瓶,我就已經洗乾淨 裡面還是有很香濃的火酒味 已經印乾了 量度一量位 它在跳的 就算了 原來底部是插不得緊的 完全插不得緊的 唯有讓它把這兩個轉彎的位置頂住 好 假設你大概是想這樣 你可以略微微地設定一個花 我希望最後是斜斜地看著我自己的 即是瓶口就在這裡這樣 可能這裡需要多點 對了 你印完這個之後 你就可以印花葉的形狀 花葉的部分 花葉的時候,可能這棵高一點 花葉就高一點 這棵低一點,花葉就低一點 好,剛才說過了,一個高一個低 以及屈了一點弧毒的形狀 可以看看這裡 我這邊已經屈了一塊葉 剛剛捲到這裡 如果這樣高低的話,花葉應該稍微高一點 大概是這個位置左右 其實這些葉都很容易做的 只不過都是一個鐵線 這樣捲上去而已 其實都沒有什麼特別的事要說的 只不過是示範給你看 喔,就是這麼簡單的 對了,一開始做完之後 就不需要太過心急去做一個葉的弧度的形狀 因為你待會推你推去的時候 它很快都會變形的 然後呢,你搞定這個之後 就可以將每一枝花葉的花葉捲回一個膠紙 這樣就不試太多了 先試一點點 那麼大把 給大家看 細細的一部分 這樣就可以由下面開始 它會有一點不適合的 不過也不要緊的 跟著做就可以了 你一邊捲的時候 不要就這樣捲 捲的時候 記得細細力向外拉 你拉的時候 它才會有一個黏力出來的 不過就不要太大力了 因為我剛才示範的時候 都已經拉爛了這個膠紙了 那捲的時候 那捲的時候呢 可能這顆特位或者這些 一些收口 一些金屬的收口 會比較膩的 那你呢 就可以捲多兩三下 就等你拿的時候 就不會說 刺傷你了 玫瑰是大黏的 這樣就已經做好了 黏了低一點 稍後可以補回這裡 這樣就可以搞定這裡了 那就圍繞著葉的部分 就繞一個圈 這樣 兩枝都捲完了 那大家可以看一看 開始成形了 想提一提 就是你捲一個膠紙的時候 由花葉的最底底 開始這個位置開始捲 如果你太底開始捲的時候 你花葉一拉的時候 它會繼續這樣掉下去 那就不是你覺得最漂亮的形態了 那單獨每一枝搞定花葉之後 就可以拼回 量一下你想要的長度 就把它合在一起了 那剛才兩枝其實是一樣長度的 那你現在看到 開始有長短的情況出現了 那在這個時候 其實你就可以把它剪短去底那枝 但是暫停一會 這個時候你就應該量一下 你的瓶究竟長度 對不對才剪 講漏了 那你看回我剛剛到瓶底 那這個花的比例形狀就很適合 如果太長你就再剪 好像平時插花一樣 太短的話 其實也有少少方法夠的 那一會兒會再說 那一會兒會再說 然後就到綁絲帶的時候 其實絲帶都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可以說的 自己的款式 瓶身那些可以再選 平時多走一些 類似Jusco 那些素材店等等 那就可以選一個適合的瓶和絲帶給自己的 那這些都是我自己 炒回我的素材櫃裏面 隨便拿出來示範給大家看的 那不需要綁得太高的 我想就在一個空口的位置左右 就會比較漂亮 因為底部你都會再放東西 那就可以平衡整個設計 那好像綁鞋帶一樣可以的 那就可以了 那就可以了 如果你覺得不穩陣的話 你可以在底部貼上一些 剛才我說的耳熔膠 和白膠漿等等都可以的 但是好像這樣都可以了 啊 對了 忘了再說這個那麼噁心的瓶身 你們自己把膠漬掉 我就懶惰不再做這個了 那就看一個漂亮的步驟就OK了 起碼夠環保 然後呢 就去到最重要的步驟 剛才你不是說過呢 如果當這個花狂 花狂太短的時候呢 就會有一個急救的步驟 可以令到它相對之下可以穩固一點 如果你插不住底部的時候呢 那它這裡就會浪一下浪一下 那因為我之前呢 做示範給大家看的那個瓶呢 其實就是那些化妝品的噴噴壺來的 那所以呢 它就有一個小扭豆的膠 就放在這裡 那變上那個洞就很細 那就比較穩陣一點的 那還有我底材方面就做得不錯 那這方面都OK的 那起碼你落多一點點底材呢 就OK的了 那如果你真的短到只有這麼多 就沒話說了 那但是如果你說可能只有這麼多的話 那起碼都碰到一些底材的話 其實都OK的 那因為比例上來說呢 我相信落一半底材都OK的 那現在隆重介紹 隆重隆重介紹我們的份子花荔 那之前呢 就不是用這隻的 那今次呢 就想特別點用這隻 一隻碎龜糧 我還在想著呢 用什麼放進去呢 一粒粒的 這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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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起來也想不到 然後看著看著看著看 都是龜糧 那就可以攪拌它 用來就弄了一個小扭豆 那這樣呢 大家可以變成這個歷史性的一刻 嘩 不掉下去的 嘩 原來歷史性的一刻就是倒不倒 然後嘗試倒就弄到一地都是 所以就被迫拍多一剔 好 那我已經呢 充滿了三分一左右的份子花荔了 那在這個時候呢 就可以把一個鮮花插進去 插完下去之後 還沒搞定的 可以看一看一個比例 咦 好像多了一點 那這些時候呢 你才可以再慢慢的裁剪回 我想一模一樣的大度 會可能飛了不知道去哪裡 對了 這樣吧 那我就插回去 那你呢 會有自己的花荔架 那我想大概這樣做 就挺漂亮的 那插完下去之後呢 那就開始要調整回你想要的方向了 譬如說 我在這個角度看 那我拍片就垂直看 可能比較難看一點 那但我當你正面看的時候 那些花荔架不對著你比較肉酸 那你就把它的花荔架 然後呢 就 屈回向自己 那這個時候呢 就可以 最後這樣調整一下 究竟你的花的方向 是怎樣的 最好的地方呢 就是這個是一個假花 它的方向 它的形態 哪一方面最美 你可以自己選擇 哪一粒最好 去放回去你自己心髓的位置上面 那這個呢 就是很有藝術性的 就是這樣 那是不是覺得很美呢 那當然不及過本身做的那個 那個真的好用心做的 就是這樣就做好了 嘩 我忍不住 就把之前那種水龜糧放在一起 有兩種糧 看起來都挺漂亮的 不知道會不會牽起一種熱潮 然後呢 令到那些摺油呢 都走光去買龜糧呢 其實這一種呢 我就覺得很容易做的 那我想如果 臨急抱佛腳 起上來一日兩日呢 其實都應該做到的了 那不過呢 買材料方面呢 自己就 用心思時間去找一找的 那就拿著這個花 向你喜歡的人事外 希望你們會成功啦 其實我想要封回人禮事的 多謝收看